不好意思,我們給下一位康家問吧 你好,零一,首先想問局長,推出紅馬是為了識別人士 但是剛才也提到其實不知道有沒有人偷走 那想問一下為什麼這次會這麼不信任市民呢? 理據是在哪裡呢? 還有在都有電子手環的情況之下,為什麼都要再推出紅馬呢? 另外想問一下就是因為前任的創佛局長薛永恆 他就曾經表明說暗心出行是不會,也都沒有需要推行實名制 那想問一下這次的轉變是在哪裡呢? 兩屆政府之間有沒有溝通過,為什麼會這樣轉呢? 是不是一個新班子之下的新作風呢? 另外也想問一下,剛才說到個案中數一直升 那想問一下回家有沒有計劃是好像澳門或者好像上海那樣 會進行一些局部的封城呢? 怕不怕重現當時醫院外面排隊進去的情況,會怎樣預防呢? 我希望回答你的問題,回答得好些 好了,剛才你問到我,為什麼不相信市民? 我自己覺得隔離或者檢疫其實是有法律依據的 是有法律依據的,正正就是,我相信香港的市民都是很高質素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香港要有警察呢?要有法庭呢? 就是始終不可以保證所有人都是完全遵守的 那麼可能有些市民呢?在隔離之間呢? 他們有時候未必是故意的,有可能他們是不覺意的 或者不醒起的,所以有這些措施呢? 我們就可以幫他們,幫我們去確保他們會遵守 手環呢? 是確保他們要留在那個環境,那個家裡的 是有個幫助的 但是也都我們過往的例子呢? 那些手環是會拆掉,這些情況出現的 那麼我們覺得呢?我們都要有多一度防線 為了確保,尤其是那個疫症現在是繼續上升的話 也都經常都說的了,有很多社區道的隱形的傳播鏈 那麼這些隱形傳播鏈,會不會是這些人事呢? 我們就希望有多重保障,確保他們不會進入這些高風險的地方 至於政策的改變,其實變幻是永恆的 為什麼我們要變革呢?就是要應對這些變幻 那麼疫情是不斷改變的,政策也都要因不同的情況去作出改變 我不覺得我們在政策上的一些改變就表示我們和上一屆的政府 有任何的一些衝突的,時間不同是有改變的需要 至於封城,我相信大家都很不想聽到這兩個字 都是我們不斷地強調,現屆政府是希望做到精準的抗疫 正正就是因為這樣,我希望今天出來和市民講到的 大家收到的訊息就是,疫情是影響我們的醫療系統 我們大家要共同努力,希望市民合作 現在我們提出的所有這些都是精準的抗疫 不會令市民、令社會有很多的成本的 我們主要是控制著一些已經感染了的人 或者真的很高風險會感染的人,令到它不會危害我們的大多數 這個正正就是我跟大家講,我們不希望會用一些 增加整個社會成本的包括封城這些措施 現在我們完全沒有 所以現在你見到李家超先出來兜 李家超一再強調,不會是pride to其他人住 當然要安心出行或抗疫工作要因時制意 但現在暫時來說,正是確診人士和外來人 或在外國回來的香港人,接受酒店集中隔離人士先受影響 將打擊面縮小,讓香港人想反抗的聲音壓住 這一個少點聰明,第二他今日再進一步發展 都不讓盧倉弘再講,就找孫東出來講 因為孫東是負責安心出行,應該找他講 孫東講了就講個踢爆,其實大家都不用想 因為本身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都實名制 所以都講不講安心出行呢?都是安心出行 講不講安心出行是你實名制呢?其實你不需要再想 因為他這個程式是安在你電話裏面的 所以都基本上實名制了,孫東再講一個point 大家科技界可能要給多些回應,孫東講的 就算電話已經實名制,不代表政府記錄了大家的行蹤 政府根本無一個中央資料庫記錄著大家 在安心出行上的行蹤,他這樣講,究竟安心出行有沒有追蹤功能? 追蹤功能有沒有將大家的出行資料射回中央伺服器 去記錄在案,然後按身份證,按名字就知道你去過哪 這一個孫東的意思就是,我就算實名制也好 其實我沒有記錄你的行蹤,但孫東這個講法我都即刻搏 為何呢?其實這一個是豬到無朋友的梁卓偉講出來 講了兩次最少,梁卓偉很豬,也是豬到無朋友 又是盧寵謀那種根本無可能升級做局長級職人員 不要說他還在想自己做特首,為何這樣講呢? 不是講他無端端說第六波來了,這些廢話 是講他是懶得厲害,港大醫學院做了一個 病毒的reproduction rate,在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dashbox大家都見到,那個是港大做出來的 做出來見到跟疫情的數字好像無關一樣,即是說 疫情在爆發的reproduction rate不跟著升,或者升的升幅 又不跟著proporata,即是不跟著比例,看上去 在科學小小的頭腦看上去,那個reproduction rate的數字 即是病毒確診的數字reproduction rate 是完全好像亂來一樣,跟著他說改善了, 跟著reproduction rate現在很準確,為何呢? 他這樣講,他說因為八特通公司給了大家的粗人數據 我們,他講了至少兩次,即是不同場合 爆兩鑊,就說八特通給了大家的出行數據給港大 港大因為拿著大家的出行數據,所以比較準確地 去計算到reproduction rate,這個沒有任何人 包括經常說現在監視政府的民主黨 沒有人看到沒有人講出來,我講過很多次了 為何我們的出行資料,八特通拿了我們個人的八特通 即是說實名制了八特通之後,他會儲住我們的出行紀錄,為何? 第二,你說要付錢,所以要有個 accounting也好, 會計制度也好,甚麼都好就要記錄在案, 八特通處人個人資料,我們是私隱,八特通公司 在沒有我們的授權下,為何會將我們個人的出行資料 給了港大的醫學院去搞所謂reproduction rate呢? 這是問題,即是說孫東講,我們雖然手機有實名制, 但我們沒有追蹤功能,我們沒有中央資料庫, 八特通都沒有告訴我們,他實名制之後有追蹤功能和中央資料庫, 但現在八特通,是梁卓偉爆出來,是梁卓偉的豬講出來, 他就說八特通公司將大家的出人數據給了港大醫學院, 所以港大醫學院可以很準確地計算病毒reproduction rate, 這個講法即是說,孫東你說沒有一個資料庫, 也沒有一個追蹤功能,但八特通我們都不知道有追蹤功能, 都不知道原來它背後有這麼大的資料庫, 但八特通原來儲住我們的資料, 還可以將我們的資料沒有問過我們之下, 沒有法律要求之下,就無端端給了港大做study, 這一個都是大家要討論關心問題,我當然不是反對, 這些反對都無效,因為本身其實八特通已經有追蹤功能, 我們再反對中功能或私隱的話, 我們要追究八特通個人,八特通集民登記那一刻開始, 又要追究地鐵或追究八特通公司, 不要說八特通公司, 為何八特通公司可以記錄我們的出人資料, 為何他們將我們資料給港大呢, 這一個已經發生了事,我相信大家社會現在討論, 覺得私隱去到接受不了, 可能立法會議員政府出來解一下話, 如果大家覺得不是,都沒甚麼,算了, 私隱都預了被人看完,除非我如果不想, 我連八特通都不開了, 我連地鐵都不搭,如果這樣另計,老實說, 我都不知地鐵可不可以付錢買票, 我到現在都不知,究竟行不行呢? 我其實不知, Anyway,究竟我們私隱, 就主於安心出人而衍生私隱關注, 是否只是安心出人本身呢? 我告訴大家,不是的,八特通已經爆了你的私隱, 爆了你的出人資料,如果你說安心出人, 怕你的出人資料,八特通的出人資料還要廣泛, 因為你就算去社粉嘟一嘟,買一買東西, 你都知道你去了哪裏,大廈那間社粉, 你何時搭完地鐵去了哪裏, 全部知道,你一用八特通就知道, 就著盧寵某再講,似乎在整個憲制上, 即是在一個行政制度上, 理論上一個官員,一個局長級官員, 他有了一個政策上的草擬或方向, 他應該先去問准李家超, 跟著李家超都不是自己動行動怨決定, 李家超有了特首的智囊團, 即是特首的政策組, 他應該先跟政策組談談, 跟著李家超又講多件事, 他就說有AB Team,震盪式政策醞釀, 就是政府內部AB Team互相辯論, 辯過明白才拿上行政會議通過, 跟著行政會議通過才交由他執行, 所以整件事我想幾個字形容劉寵某, 第一個通識科不合格, 即是基本上可以看到他在政策公佈時, 他完全無法有解釋能力, 第二個說服力都弱, 第二個他似乎有些好大喜功, 越過了李家超, 上次我在此節目講過, 大家如果記得任航班的融斷機制 是星期四公佈, 跟著星期四之前的星期三, 李家超就去了立法會大文大會, 又或者再前一日星期二就開了行政會議, 如果他本身行政會有討論過, 或者內部政府有討論過, 沒有理由李家超在行政會議沒有提出來, 或者行政會議會下沒有公佈, 又或者李家超在立法會答問大會的質詢 沒有講有關可能取消行班的融斷機制, 或者暫緩行班的融斷機制, 即是盧寵某有一些獨斷獨行, 這可能要注意, 也要注意,